再看到家里有一间凉面老店 被民众爆料态度恶劣 而且长期占用公园道路 民众表示自己其实是凉面店的老客户 已经吃了一二十年 但最近发现店家可能因为网路爆红 他生意变好了 所以态度越来越差 还把店铺空间延伸到大马路上 并且把物品放在公园 面对这些质疑 店家表示小店人手不足 可能是太忙 招呼声比较大 绝对没有态度嚣张 人潮络意不觉 老板的手没停过 加一只家网路凉面名店远近驰名 不过最近老顾客颇文投诉 墙上公告写着请自行回收 但消费者说店家要求客人 却没有做到勤劳整理 导致桌面脏乱 如果有民众没收 还会被大声嚇阻 就连抱着小孩的妈妈也不例外 批评店家态度差劲 好像是我们欠你的一样 因为太忙了 说实在很太忙就没有办法 就是像 店家为自己喊冤强调可能是环境吵杂 或者是忙中疏忽 只是批评还不止这一点 老顾客还发现 店家占据马路摆桌椅 还把冰箱部分物品放在公园 占用公共空间 另外也质疑店家生意那么好 难道不用开发票吗 有部分的桌椅 然后一些设施 有占用到 公团展过公园的地面 美食老店韬客络绎不绝 随着名气越大 关注度也越大 一举一动都被放大检视 记者蔡崇吴嘉宜报导 结勾 搅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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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